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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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据说事后他们都已经凉凉了 《无双大蛇3》公布了首批游戏画面 本作故事背景更加玄幻 将融入希腊神话 最终BOSS为宙斯 宙斯无法忍受亏业的锤打 跑到了无双大蛇里 没想到还是要被玩家锤 经日有网友发现 网上不少打折农产品滞销 助力农户销售的广告非常勒通 连使用的宣传图中出现的大爷都是同一个人 原图片拍摄者表示 大爷家根本没有滞销水果 将维权到底 大爷中什么什么就滞销 威力堪比柯南 肥宅快乐系列图片走红 欣赏一下 今日有热心网友在上海 发现了面青哥的好兄弟 牛诗人 相关信息发布到微博上后 迅速引起了反响 B站方面也做出回应 第一时间联系了面青哥 确认被发现的是引诱诗人本人 诗人在《中国梦之声》录制结束后走失 距禁已五年多时间 面青哥在相关访谈中表示 自己十分想见到自己当年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好在这次他们又能相见了 一起来看看他们相会的场景吧 5月8日在中国大使馆遭到轰炸19周年之日 中航工业发布西非成立60周年宣传视频 关透中国飞翼式引行远程战略轰炸机轰20及中国版B2 诶 这个我来讲 我很懂的 诶 你谁说我很懂这个了 我 那个 最近玩FPS游戏嘛 对枪戏很感兴趣 然后看了看相关资料 一不小心就掉峻宅康里了 哦 那你老婆是谁啊 我永远喜欢 嗯 嗯 嗯 轰20 嗯 没错 那你来给大家讲讲 好嘞 我来给大伙增长一下知识 为什么轰20关透后反响强烈 大家都知道我国自从两弹一新工程成功后 就拥有了核威射能力 大国之间的核威射是现代人类和平生活的基础 但是有了核弹还得有扔出去的能力才行 哦 这个我知道 咱们有东风快递 嗯 没错 实际上核武器发射有三种途径 分别是陆基 海基和空基 陆基 海基 空基 嗯 没错 这陆基就是弹大导弹啦 比如我国的东风系列 所以萨德如韩时大家抗议激烈 因为这将限制东风系列的威射效果 那另外两只基呢 哦 另外两只 不 怎么能有两只啊 另外两种 分别是海基的战略核潜艇 与空基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只有三种健全了 才拥有完整的核威射能力 哦 这样啊 所以说除了东风系列 还得有海运快递和空运快递 没错 目前拥有完整的三位一体和威射能力的国家 只有美罗两家 对于我国来说 导弹和核潜艇都有了 但远程战略轰炸机一直是短板 主要问题是航程短 所以红20就是弥补最后一块短板用的啦 而且关头图致敬了去年美国公布的 B2机认者B21的宣传图 看来是飞翼型没跑啦 嗯 什么叫飞翼型啊 就是整个飞机像一个大翅膀 只有机翼的感觉 比如美国的B2 怎么样很酷吧 随着反导武器越来越先进 核威射的效果一直在减弱 只有大国间保持平衡 人类的和平才能更持久的保持下去 平衡是最重要的 这牌子 感觉像是某个大反派说的 哎 是不是以为节目要结束啦 并没有哟 人类观察在简讯和头条环节之外 正式加入二次元新闻 这就是我们的一次元新闻环节 番剧世界和游戏世界中发生的事件 也将成为观察对象 四月新番已经开播将近一个月了 大家追了哪些番又气了哪些番呢 如果你没时间看番的话 就来看人类观察吧 带给大家来自易次元的最新消息 宇宙战舰提拉米斯进入第六集 一副路人脸的联络员小哥 袭击了宇宙战舰上的其他成员 忽然从日常搞笑翻 扭转为剧情翻 摩卡少女婴克拉卡尔的片的主型剧情 同样有所发展 在第十七季中 重要女配角秋穗随身佩戴的玩偶小桃 开口说话了 嗯 谁 被弹幕戏称为阴险的兔崽子的小桃 和阴险的管家仔 管家海渡的身上还有很多的秘密等待揭开 但这一集小鹰的崩坏 无疑有些抢了剧情的戏 嗯 右下角的那位怎么看都是个男生吧 为什么穿上了裙子 国家队的剧情终于发展到了后半段 心与满的关系也在十六十七两化迅速发展 两人一起探究了延续人类发展的正大问题 什么意思 心疼小胖子 魔法少女暗地六级进入了史上最辣眼睛温泉化 听看错时间走入南趟的女主角偶遇起来泡温泉的男主 好在及时变身才没有露出破绽 哦 我知道了 这就是所谓的哲学吧 除了魔法少女暗 Alice or Alice也来到了温泉化和泳装化 方文社作品Comic Girls第五化同样为泳装化 唉 今年的夏天来得真是格外的早呢 刀剑神域外传GGO抄袭刀剑神域设定 游戏内如果死亡 现实中也会死亡 嗯 官方堵藏自为致命 B站人气排行榜超高的慢改动画 超能力女儿第五集 来到了经典剧情处 同身惨遭女同学调教 本段为该作品经典片段之一 慢改后效果也十分出色 荒野求生 舌尖上的北海道黄金神威 来到第五集 一向厌务未曾的阿依努族少女 阿喜丽帕终于挑战自我 尝试了被她认为是便便的未曾 嫌疼而言 我认为是云库的 云库 我认为是云库的 我认为是云库的云库 战胜4中出现灭霸无限手套彩蛋 玩家可以通过几颗宝石 来对一个名为破碎时代手套的 史诗护身符进行覆魔 而这几颗宝石的名字 分别与漫威世界的六颗无限宝石相对应 奎耶戴上这个无限手套之后 可以发出紫色的激光攻击敌人 此外 宝礼之夜中也出现了 嵌有六颗宝石的无限手套 玩家得到这个手套之后 就会变身为紫鼠精 能够使用超强的专属技能 不过由于技能太过强大 该模式上线一段时间后 灭霸就遭到了削弱 很多玩家在捡到灭霸手套之后的 第一反应并不是去大杀四方 而是 跳舞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数月 我快乐 都会就 igual到 揍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